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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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观众大家好 我刚刚跟美惠师姐在讲说 缘分真的不可思议 昨天我就在一个卖场去买东西 然后我就会看到一个长得高挑 美丽的小姐 我就问她有没有袜子是繁华的 她就帮我找啊找啊找啊找袜子 结果刚刚美惠师姐跟我讲 你昨天问的那个就是我女儿 对 因为她昨天就很开心 然后马上打电话跟我说 妈咪 我有看到明天的主持人爱珍师姐 结果我就说这孩子真是的 昨天她害羞 她都没有告诉我 好 帮我谢谢她对不对 好 那今天呢 你做的料理听说 就是你们家几个女儿 你有几个 两个 好 两位美女最爱吃的哦 这个料理叫什么 就大锅菜而已 很简单的菜名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大锅菜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 大锅菜 材料有白萝卜一根 红萝卜一根 高丽菜适量 金针菇少许 珊瑚菇少许 素排骨一碗 香菇头半碗 牛番茄两颗 黑木耳一片 玉米一根 素碗五颗 调味料有 盐2.5匙 素沙茶一匙 素高汤适量 然后你要先处理什么 没有起先的话 我就是会把那个香菇头 然后先爆香这样子 这个先爆香一下 好 然后也要切是不是 对 因为这样子会有点大的 所以就大概 大概切小块一点这样子 爆香的话要油吗 需要一点油 需要一点油 好 因为本身这个大锅菜 它没有放什么其他的油 所以就用这个香菇头 它的油去当整锅菜的油 这样子 对 所以让它这个比较有点油 就是了 对不对 好 就先炒一点 对 我们今天那个大锅菜 人没那么多 其实你平常 煮个女儿也不会煮那么多吧 这一道菜是我那时候 培训的时候 上课出去都一整天 然后我起先 刚开始是煮十人份 结果每次我回去的时候都见底 后来我想说 好 那再多一点 再十五人份 结果回去一样见底 两个女儿 对 就两个 哇 这是多少年前的事啊 我昨天看你女儿已经很大了 十一年了 那这个要先捞起来吗 对 因为这个就直接 我们就放到那个 放到哪里 放到汤 那因为这些汤的话 它里面有那个白菜头 红菜头还有玉米 它需要熬大概半个小时 这个你已经同天就先熬起来了 没有 是早上起来 五点多起来熬的 所以现在就爆香 然后我们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汤已经很美妙了 还有牛番茄 因为最主要是 孩子他不喜欢吃番茄 但是我就利用这个 这样子去熬汤 孩子还可以接受 熬完汤的那个 牛番茄的味道就特别甜 对 对 对不对 然后煮一煮 然后放着 他们醒了可以热来吃 我们必须要跟大家解释 就算是要去培训当师姐 当志工 可是也是会同时 要把家人照顾好 对 所以两边都不耽误 对 那孩子又懂事听话 对 所以孩子也把自己在家里照顾得很好 好 让我能够放心 好 那就汤煮好了 汤就滚了 这是一个基本的 类似罗宋汤一样 对 吃这个汤 这些菜孩子都喜欢吃 再来怎么做 好 那我们再把其他剩余的材料 直接放上去就可以了 慢慢放上去 好 来 那我先来切高丽菜 好 这个原味高汤 太美 真的 汤里面不是已经有高丽菜 还要再放吗 这里面有高丽菜 还没有 熬高汤那时候不用放高丽菜 因为熬的话高丽菜就怕太烂了 对 不好吃了 对 怕太烂了这样 好好喝 是 好好喝 那我们就放少许 那我们就放少许 因为这个锅不是很大 Oh my God 就好喝 对 你就放少许 好 我们来看这个 妈妈四年钟起来做的东西 应该是算会甜 好天然的那种甜味 对 好好喝 好 这个再把它一样一样放下去 对 一样一样放下去 我很好奇 你怎么都还这么小的话 那你是为什么那个时候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机缘 愿意跨出来当志工 应该是说 因为我开一家五金行 自己开五金行 对 应该是说 现在人家所讲的大卖场那种店 它不是纯粹五金 什么杂货都有 对 你很难干 哪有 因为那时候刚好就是 应该是说我的手指头受伤了 那个店的小姐就跟我说 我们这里有一位常客 我看他好像是类似那个 推拿师那个师傅这样子 他就说那要不要请他看一下这样子 然后结果就刚好这一位客人来店 然后我就请教他 然后他就是我们实际的师兄 刚刚好 那我们调味料什么时候放 调味料这时候就可以放了 好 那我们再加一点什么调味料 这个是素食的钢汤 然后就佐量 其实这个也没有说一定的比率 就是大概 像这个部分你就是先帮小孩都调好 都调好 都调好 对 然后那个盐的部分也是 好 因为你要问我几汤匙 我坦白讲 我也不会 妈妈就是很随性的 就是大概试试汤头这样子 对啦 煮熟了就会了吗 实在你没把握 你就自己先尝一口 对 自己先尝一尝 好 这是 这是沙茶 因为孩子跟我也喜欢吃沙茶 可能我比较重口味一点点 好 配那个饭什么的 对 因为你拌饭也好吃 放冬粉 它也就类似像火锅这样子 这个大锅菜他们配饭就很好 对 因为今天我没有准备青菜 有时候我们就会放那个大陆妹 他就是 就是要吃的时候他们再放就好了 你刚才讲说水滚的时候 再把这个青菜抹去 对 再放下去就好 所以你看 所以这样就OK了 不过艾森姐我没有试汤头 所以不知道鲜度够不够 我跟妳讲 刚刚什么都没有放 就已经好喝得要命 还蛮真的蛮清甜的 然后现在如果再放下去 那简直 那个味道 不得了 这个调味料放下去之后 该喝喝 真的是该喝喝 真的我们家母女三个 就常常吃这一锅 就只要这样就好了 就一整天了 那除了这一锅之外 你还要再来一锅什么 今天再介绍一个三杯菇 这是炒麻油的三杯菇 不好意思 那个就不是妈妈去培训上课的时候做了 那等于妈妈在家的时候做了 对 妈妈在家做了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三杯菇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先要做什么 首先我会主理菇 杏鲍菇 对 杏鲍菇 听说这一道料理曾经有一个人 就是说他根本就不敢吃 那就是我 为什么 菇它本身会有一个味道 我就是最怕那个味道 所有的菇吗 对 所有的菇 我以前完全不碰菇类的 只要它叫菇 我就不碰它 好 然后呢 包括什么干香菇 什么香菇 你都不爱 对 我完全 对 然后你看今天这个是 通通是菇 对啊 这是为什么 是谁帮你改变了你爱吃菇了 就因为姐姐开素食馆 你姐姐开素食馆 姐姐开素食 因为她本身吃素也吃了三十几年了 所以就有一次去姐姐那边 她刚好 因为姐姐有在办那个宴席桌 刚好我们都会有一个前菜嘛 一个拼盘 然后她就炒这一道出来 发现说原来这样炸过以后 那个菇的味道就淡了 所以料理对了 你就会爱吃了 对 那现在要等油不用很热吃嘛 那在家里的话 我会分开炸 因为它们两个都 时间是不一样的 先炸杏鲍菇 对 先炸杏鲍菇 杏鲍菇 重点是它珊瑚菇 奇怪 它炸完以后 它的油很索 所以我会倒掉 那请问这个要炸到这个境界吗 对 要炸这样 大概要七分钟这样 时间蛮久了 对 时间蛮久了 好 那就要把它炸成这样 那好像我们就了解了就是说 它不是说过个油就好 没有 而是要炸成这么干 对 它要把它那个水分炸出来 还有一点金黄色 这样子它整个菇的味道 就不会那么肿了 这么浓 对 好 然后这个就 这个就拿起来了 对 好 我们在家就是说 干净的油 我们就是炸其他的东西 然后最后才炸珊瑚菇 对 可是珊瑚菇 因为它 应该炸的速度会比较快吧 我在炸好像也差不多 可能是 因为孩子跟我都喜欢吃 所以我通常都到市场去买 那一大包又很便宜 所以回家的时候我都会先把它处理过 然后冷冻起来放一小包一小包 有时候真的忙的时候 你只要爆个麻油 然后就可以放面线 不管是做什么都可以使用 对 那你看现在五金行还在开吗 还在开 已经开了16年了 真的 的确 它就会比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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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也是要炸到这个进去 对 都要炸到这样 那请问你说你要摆在冰箱存放 也是要炸到这样的状况 对 我都是炸到这样子 炸透它 对 好 炸透就好存 对 好 我们现在就要用这个炸透的 来做其他的料理 好 然后再来就要切什么 就切那个姜 好 我们就切姜来爆那个麻油 看我都要来 每一样都来吃一口 看它的那个口感到底哪里不同 珊瑚菇的味道其实更重 是 然后来吃这个已经炸透的 它是比较没有味道 没有珊瑚菇的味道 然后你再加上麻油的话 就整个味道就会盖出了 对 好 然后再来呢 那因为这些姜等一下 我们是要爆那个麻油 要不要先把这些切一切 你先切 没关系 那我先把它切一切 切起来 这配色对不对 对 这都是纯纯配色而已 它有特别用这么嫩的山苏 不是很嫩 所以我早上坦白讲 把它搬一下 都还要帮它整理过 剩下比较嫩的部位 对 那你要老的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们的好方方包 我们有到花莲去拍过种山苏 那个叶子这么长 有够老了吧 你知道拿来做什么 不知道 煮水喝 真的 叶山苏茶 好 你看呢 爱吃菇跟不爱吃菇的人差多少 对 我觉得可以直接这样吃 我觉得它蛮好吃的 然后 没关系 那个是 你用这个吧 好 那个怕 真的我们很多人是怕菇菇的味道 对 不知道从小就怕 我是这几年才敢吃的 那很多 真的很多 有些人真的很喜欢菇的味道 我就是很爱 你很爱 好 我们的黄绿红都有了 对 然后山苏女儿又爱吃 你女儿真乖 真乖 这很多人 不爱吃 对 说它有点黏黏 对 然后我们也放麻油 这个 那个是 好 好 你哭 我就是爱吃菇菇的人 因为我喜欢吃麻油 我放重一点好了 好 你喜欢吃麻油 我真的好喜欢吃麻油 好 现在这个 那个姜就大概这样爆香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我们要放什么了 那我们就放这些了 好 这个菇菇放下去 好 其实这样大概炒一下 半炒一下入味就好了 对 这样就可以了 嗯 然后我们接着下去就是这些 配料了 好 这样就OK了 这人色多漂亮 这个就是妈妈在家有空的时候 就可以做给孩子吃了 对 这之后我会先放酱油跟盐巴 好 以前两个女儿都还住屏东吗 对 因为她们两位都是独美盒 然后她们都自己骑摩托车去 上学 对 所以你看都那么大了对不对 对 这个孩子也懂事 所以下课回来都有去打工 对 昨天我看到她 她就是因为去打工 去打工 对 去打工 你看好乖 你有没有觉得 对 前面不管怎么样的辛苦 对 对 看到她们长大了 就很熟悉 嗯 现在不用再帮她们煮大锅饭了 大锅菜了 她们会炒得要吃 还是会 因为活动多了 有时候真的也没空煮 她就说 你很久没煮了 好酱喔 好 那今天呢 对 然后最后就三酥 好 三酥饭 今天妈妈已经示范了 示范怎么煮大锅菜 然后也示范怎么炒 好 因为两个宝贝乖女儿 让她自己煮来给你吃吃看 好不好 好 我好 好 好 我相信她们可以的 好 那这个就好了对不对 对 那我可以来尝一口吗 好 可以做 好 因为刚刚炒过的味道会不一样 我来吃一口这个三酥 这个有味道了 有加麻油 还有一些酱油 对 对 然后这个酱油露有一点甜甜的 微甜 嗯 它真的是完完全没有咕咕的那个味道 但是它是QQ 甜甜 对 比较有口感 嗯 我可能比较怕吃味道 然后又软软的 嗯 比较好 好 炸透一点 口感比较扎实 对不对 是啊 感恩你美丽的妈妈 也祝福你们家美丽的女儿 感恩你 感恩你 感恩 大锅菜 做法是高丽菜黑木耳切片 香菇头切小块之后 先入锅爆香备用 白萝卜 红萝卜 玉米 牛番茄 切块之后 加适量的水 熬煮半个小时 再放入炒过的香菇头续煮制滚 接着放入高丽菜 金针菇 黑木耳 珊瑚菇 素碗 和调味料续煮至熟 起锅之前 再放入素排骨就可以了 三杯菇 做法是杏鲍菇切小块 珊瑚菇剥开 将切丝 黄椒 红椒 切条状 山酥切半 将杏鲍菇和珊瑚菇分别入锅 炸至水分收干备用 起油锅放入麻油和姜丝爆香 接着放入杏鲍菇 珊瑚菇快炒 再放入黄椒 红椒 盐 酱油 翻炒入味 最后放入山酥和九成塔 炒熟就可以了 好 耶 新树快点又来到了屏东了 好开心喔 我发现屏东这边啊 有很多树食馆耶 但是今天要带大家去探访一间 很有特色的日式小吃 走 都来看看 来吃看看我们的树食章鱼烧喔 哇 居然有树的章鱼烧耶 听店长说 其实老板是因为想要推广年轻族群吃树 所以才会开这么一家新奇的日式小吃 因为毕竟推广素食来说 就是说要让学生来 那吸引学生也可以带来一些年轻族群 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比较创新的东西 让那学生族群来适应这个素食 然后让素食在他们眼中有不同的想法 在大胆地利用市场的缺少性 来突破创新之余 其实还更需要有耐心 让客人慢慢的习惯 在素食界来说是新的东西 但是少见 所以就可以说 要让客人去接受素食 里面的这个东西 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做这树章鱼烧的第一步 当然就是要调面糊啦 不过店长说这是独家配方比例 不能透露啦 呵呵 但是没关系 我们来看看配料里面 又是用了哪些蔬菜呢 我们是在这个材料 只放杏鲍菇头跟香菇头 那杏鲍菇是作为章鱼烧的口感 那香菇头的话是带章鱼烧的香气 还有一个是那个玉米饭 因为玉米的话就是增加它香甜香甜的味道 那就是带一些那种蔬菜的味道在里面 而且为了让这树章鱼烧得竹鱼烧鱼 还必须先将杏鲍菇用酱油炒香 炒过的话 台湾香气味也比较香 然后也比较没有那个菇腥味 那吃起来比较没有那个香菇生生的感觉 当所有材料都准备齐全后 重头戏就来了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它的锅的温度 还有那个火 有时候太大火的话它是一焦 大概看它底部下面那边有点成型 那上面有点透明透明半透明的时候 就可以翻它 阿哥吴阿哥吴 这果热腾腾的关东煮也是相当受欢迎呢 那我们的汤头就是以南瓜 蘿蔔还有香菇为基底 那我们绝不加味精 加糖跟盐 那以健康诉求为主 哦 晚来哦 这关东煮的汤头会聚了蔬菜的鲜味 而用木米浆所制的树甜不辣和黑轮 那用火鲜煸过的微焦香气 还有QQ的口感 真的是让人意犹未尽啊 那么树章鱼烧又是什么滋味呢 哈喽 章鱼烧好喽 谢谢您 老板 谢谢您 蛮特别的 还软软QQ 它的口味很多种 所以如果人家来吃 对啊 比较有酸特的口味 它的汤的食材 它的新鲜感 就是都用一种 不用添加乎的 过得人家的健康 做良心生意 里面软软的 外面酥酥的 吃起来很特别 它里面放的是杏鲍菇还有香菇 加强它的那个味道 吃起来很好吃这样子 因为很好吃 素食的东西在屏东 像这样比较特别的 比较少 外皮酥酥的 里头有QQ的杏鲍菇 和甜甜的玉米 再淋上各式口味的酱料和海苔 真的是让人想一颗接着一颗啊 观众朋友 下次如果有来到屏东 你也可以来尝尝这美味的日式小吃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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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